嘿,椅子爱好者们,你是否对你的新办公椅上安装扶手而犹豫不决? 好吧,不要害怕,因为我们在这里为你分析一下利弊。 首先,让我们来谈谈优点。 扶手可以给你的手臂一点额外的支持,特别是如果你是那种花几个小时在电脑前打字的人。 他们还可以帮助你坐直,避免懒散,这总是一个优点。 如果你在站立或坐下时感觉有点摇晃,扶手可以给你一些坚固的东西来抓紧。 反过来说,如果你想在一个小空间里容纳多把椅子,或者你需要把椅子划到桌子下面,扶手可能会有点麻烦。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在椅子上经常走动的人,他们也会爱手爱脚。 实话实说,有时扶手并不那么舒适,特别是如果它们没有被调整到完美的高度。 那么,你的椅子上需要扶手吗? 这真的取决于你和你的独特需求。 如果你认为,扶手会改变你的游戏规则,那就去坐吧。 如果不需要,也有很多无扶手的选择。 只要记住,总是以良好的姿势坐着,并在坐着的时候休息一下,以伸展你的腿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们,你是属于有扶手团队还是无扶手团队。 �位 有扶手团 十字ign报